因為被吹了惡意犯規 所以兩個起因都是因為蹲衛的原因 第一次是因為他進攻的切入 跟Slowman Jones 的一個衝突 但是第二次是他回頭一個防守 造成Averance的一個犯規 情況之下呢 被吹一個故意犯規 所以在今天上場比賽可以看 兩隊呢因為在賽前的時候 Max已經先預告說今天是一個防守大戰 那今天很明顯的 大家都不希望你進攻太流暢 打得太血液或是打得太舒服 所以都是利用一些犯規 來阻止對方一個連續的進攻 如果想看那種快1的進攻大戰 可能要等一下 第二場比賽裡面呢 金塊隊呢要打黃蜂 今天金塊隊呢3比1領先的情況下 準備呢聽牌要拿下系列賽 等一下10點半呢我們將為您帶來 我今天這場比賽由於現在還是上半場 還剩下8分45秒 打得特別的緩慢喔 所以呢可能呢會耽誤到一點的第二場比賽時間 然後呢 他就在這場比賽裡面 總共出現了4次的技術犯規 另外呢還有一次的惡性犯規 現在6分差距 Joe Johnson 哇這球呢Murray 他真的是很有經驗的一個老將 你看他打法非常的老練成熟 對你看Murray這球來講 靠著對方呢快速的做一個Spring轉身 防守拳完全沒辦法做一些的防守的干擾 Mu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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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蓋了火鍋 但是呢還是吹了犯規 今天整個老英隊的進攻 很明顯擺在利用切路 如果利用切路可以平平的切路呢 也得到不錯的效果 在整個一個做一些掩護 甚至在最後這個傳球的一些單打 都做得非常的好 上場比賽裡面的老英隊之所以能夠十分獲勝 除了他們師曾像第一場比賽那種嚴密的防守之外呢 當然他們 球的這個轉移呢也表現得相當出色 對 至少在球方面來講沒有停在一個點 或停在一個人手上的時間太久 沒有快速的球的轉移情況之下 可以尋找很多的出手的空間 上場比賽對老英隊來講 Joe Johnson認為那是第四場比賽是這個系列賽裡面呢 最為重要的一場比賽 因為通常來講第四場比賽是最難贏的 對 然後他們重點是他們忠實了自97年以來 季後賽的客場呢 十二連敗 哇這球呢還是不進 現在熱火隊的命中率下降了 一直沒有辦法得分的 然後我們看到Joe Johnson 不停地嘗試的總算這個外線投進去了 利用對方的低迷的命中率啊 快速做的轉換攻擊 你可以看到這次的老英隊呢 在一次成功防守之後呢 快速的轉移 現在慢慢的把分數已經擴大了領先了 十三分的差距啊 前場比賽呢 老英隊呢 從第一節領先之後呢 他們就一路的保持領先到底啊 今天呢我們看到現在已經拉開成十三分的差距了 再來看一下剛快速的轉移之後呢 我們在一起多久了 從上次拍廣告到現在了吧 那一台什麼顏色呢 愛情有保固期嗎 保固什麼 哪裡壞了 你想去哪裡秀 小別人秀囉 我的車是白色的 橘色和我的包包比較大 愛情也許沒有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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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ing無限里程兩年保固 那一台是什麼顏色呢 野生也許沒有保固 哪一台很頑端 愛情也許不可以 愛情也許不可以 愛情也許不可